大坑登山步道向来是民众登山运动的热门景点 使用率高相对损坏也快 因此台湾市观光旅游局推广企业热氧步道 目前12条步道只有4条热氧 因此局长这替一早亲自到大坑9号步道路口推广 更和同仁拿鸡排拍照 表示走一趟步道下来就可以消耗一块鸡排的热量 鼓励民众多多来践行 和同仁自备的鸡排拍照败出拒绝诱惑的动作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长林小琪这天一早就现身大坑9号登山步道 要鼓励民众多多践行出败 走一趟下来还能消耗一块鸡排的热量 过年刚过嘛 然后元宵节又吃了一大堆的汤圆 所以身材可能需要锻炼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大家 来到我们这个大坑步道来践行走一走 那其实我们今天有带鸡排来告诉大家说呢 这样子步道走一趟能够消耗的也不过是一块鸡排的这个热量 大坑登山步道向来就台中后花园的称号 是民众登山运动的热门景点 而最近又正值春暖花开 来这的民众又多使用率偏高 相对损坏也快 因此观旅局也希望鼓励企业多多来振养登山步道 蛮漂亮的 你觉得有值得吗 有有有值得 这边很棒 9号可以买很多菜 每天风景不太一样 像今天是雾气比较重 像前几天蛮就是景色就蛮好 目前企业振养的这个步道大概有四条 大概有这个总态建设 立民营造 然后还有一家是日光温泉 那其实五月的时候还有一家细品精密 也会认养 但是还剩下八条 我们欢迎全台中或者是外县市也可以 有企业愿意认养我们的步道 认养我们的自行车岛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欢迎 据了解台中市大坑山区有12条登山步道 目前只有四条认养 因此欢迎企业能够一同享进 除了可以设置认养名牌外 认养费还可以申请抵免税来创造双赢的关系 记者连讲台中采访不到